我要來自首 我承認我在跟索亞交往的期間 有約過泡 也有出軌的事實 對於感情不忠 我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示範 人氣Youtuber台馬跨國情侶超氧CP 今年4月爆出分手消息 沒想到昨天超強突然拍影片 坦柴索亞交往期間有出軌行為 劈腿對象就是大家口中的短髮女 我要來自首 我承認我在跟索亞交往的期間 有約過泡 也有出軌的事實 4年來的感情 我一共提出了兩次分手 當我發現我對索亞的感情 已經沒有以往那麼強烈的時候 我是有想過 想要好好提分手的 想不到就在這個迷惘的時期 因為工作上認識了一位讓我心動的人 那也就是大家口中的短髮女 隨著影片曝光對方女也造起底 原來是在IG上擁有8.1萬粉絲的網美施靜 昨天她在IG上PO出跟索亞道歉的對話截圖 真的無意介入你們或破壞你們 以朋友的身份聽她說你們不適合的地方 同為女生欣疼你的付出沒有得到相對應的回報 希望你早點知道她完全不值得 並表示自己沒有拒絕超強的心意 選擇遊走在模糊地帶 對索亞感到非常抱歉 網友對於實境PO出的對話截圖都感到非常傻眼 廢話連偏眼不能好好道歉就好了嗎 當別人第三者還要自以為打一堆 雞湯內容騷擾受害者 加害者鼓勵受害者第一次看到 事件爆發後 索亞也在今天凌晨透過IG發出一張海邊風景照 表示 趕我在最好的狀態面對這一切 我現在很好 謝謝大家的關心